耶耶耶耶 耶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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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雪梨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好久不见你们过得怎么样 请回答1994还剩一点小尾巴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新村寄宿另一对超有爱的情侣 三千铺和润真 还有润真的大明星 韩国偶像鼻祖徐太智 润真的飘逸发型 一直被新村寄宿家人们称为三锦兽 但实际上这一发型 还有他平日的着装 是模仿了徐太智的造型 那下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 让润真如此着迷的徐太智 徐太智可以说是改变了韩国乐坛格局 是韩国流行音乐史上 最受尊敬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 他一直坚信创新与挑战的价值 并引领着文化潮流 90年代初 带着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韩语rap 和dancemusic出道的徐太智和孩子们 一登场就轰动了当时 以韩国演歌和琴歌为主的韩国歌坛 他们凭借从92年到96年间 发表的四张正规专辑 不仅在90年代歌坛 更是在大众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们的音乐所具有的创意 对主流文化的攻击性 以及对被忽略的年轻一代的安慰 使他们立即成为代表时代的文化偶像 决定韩国大众文化走向 徐太智和孩子们展现的新型音乐风格 令韩国音乐产业迎来类型最多样 发展最快的黄金时代90年代 还将本以三四十岁为主的歌谣市场主销会层 变化为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群体 同时他们的影响力 使人们对娱乐行业的认识也发生转变 人们不再认为艺人不过一介戏子 而是能够用艺术影响社会改变世界 而且发现演艺事业还能创造巨大经济效益 开始重视和大力发展起来 为今天kpop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 当时徐太智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总统 是偶像们的偶像 人们提到他的时候 总是会用最初挑战新模式变化等词语 他为韩国流行音乐史开创的第一次数不胜数 二十多年来 舞台上依然活跃着吸收了徐太智和孩子们 音乐养分的歌手们 从九十年代的HOT到今天的PTS 将他们的模式发扬光大 徐太智用自己的行为说明 他不只是表面上拥有年轻叛逆的形象 更是有自信和能力挑战和打破成就腐败的行业惯例 首先他改变了歌坛业态 在经济公司老板和电视台制片人称霸的年代 徐太智和孩子们不仅解雇了经济公司并自立门户 还拒绝向电视台制片人低头 徐太智认为上电视太多最终会把他们消耗完 因此刻意减少参加电视节目次数 取而代之的是能与粉丝用音乐近距离沟通的演唱会 之后他甚至宣布暂停活动进入空白期 从此歌坛就确立了现在我们熟悉的爱豆歌手的活动形态 发布专辑努力宣传进入空白期 之后带着新专辑或单曲回归 这一部之所以有重大意义是因为 一方面当时电视台PD权力大非常强势 歌手不敢违抗PD的邀请 另一方面歌手自己也怕不上电视就会被遗忘 所以整个行业都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迅速录制唱片 以出演电视节目为主进行演艺活动 而徐太智和孩子们为制作专辑宣布中断活动 当时有一档娱乐节目甚至报道徐太智和孩子们暂时隐退 此外他们首次尝试每张专辑都根据音乐风格搭配不同造型 也是首个聘请专业造型师团队的艺人 他们的每一次新造型都成为流行驱使 比如雷鬼头 亮色染发 校园风 嘻哈风 裙装 单板滑雪服等等 他们也是第一个花重金拍摄高质量MV的歌手 促进了整个行业MV水准迅速提升 那从第三章专辑开始他们超越单纯的曲风变化 歌词直指社会问题 不仅对90年代籍之后的音乐界还给社会许多方面带来了变化 比如表达渴望朝鲜半岛南北统一的辛勤的渤海之梦 批判教育问题的教室理念 讽刺既得利益阶层的时代遗憾 批判金钱至上主义的1996年他们统治地球时 谈青少年离家出走问题的come back home 等等 其中come back home 因换回许多离家出走的青少年而登上新闻 可见徐太志的作品当时在年轻群体中的感染力 受他影响 90年代偶像组合发表的专辑中 几乎都会有那么一两手批判社会的规矩 但是对于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和媒体人而言 徐太志经常对公众问题直言不讳 还打破维持几十年的业界规则的行为 就是不懂规矩 没大没小 那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台的地位依然很高 除了几家大型经纪公司 没有哪家娱乐公司可以与职抗衡 更别说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歌手 而徐太志对电视台的服装限制表示抗议 还宣布不接受强制出演喜剧节目的要求 被媒体认为犯了可恶罪 因此媒体上关于徐太志的谣言铺天盖地 包括本剧第九集剧情中提到的传言 如果倒放第三张专辑主打歌《教室理念》 就能听到写不够这样的歌词 是一首撒旦赞歌 尽管徐太志的叛逆气质 让他们的专辑宣传受到种种致命阻碍 但这也让他不再只是单纯的艺人 而是作为重要的社会人物站稳脚跟 在韩国歌坛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也使他的粉丝们更加凝聚 对他更加狂热 下面这起就是一个代表性事件 第四张专辑的《时代遗憾》和《必胜》 以歌词消极颠覆现实为由 被公演伦理委员会唱片审议委员 要求修改部分歌词 徐太志所幸就把《时代遗憾》的歌词全部删掉 将这首歌以演奏曲的形式收录到专辑中 同时将《必胜》这首歌中 被要求修改的部分以逼声处理 录补地表示这首歌受到了不正当的歌词审查 那公演伦理委员会也没有罢休 随即将他们告上了国会 于是对此事感到愤怒的粉丝们 站出来为自己的偶像抱不平 不仅给公演伦理委员会寄抗议信 还组织了关于废除预先审议制度的签名运动 并向国会和政府机关提交请愿书 最终1996年7月唱片预审制被废除 当然这不能说是徐太志一个人的功劳 因为在他之前也有许多歌坛老将们为此斗争了许久 但不可否认的是徐太志粉丝们的签名运动成为导火索 使唱片预审制在确立60年后成为历史 这一事件使人们对爱豆粉丝团改观 认为他们不只是单纯喜欢并跟随一人的不懂事的少年少女 而是大众文化主体 是主导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中心势力 时代主角 有意思的是 2005年徐太志被国会评选为代表韩国的音乐人 而那首充满故事的时代遗憾 被选为韩国国会英文网站的背景音乐 那本剧中润真迷上徐太志 倒不是被他的明星欢欢所吸引 而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润真是有着很强的自我防御倾向的人 他不太喜欢接受别人的关心或关心别人 中学时整个学校都知道了他母亲是听障人士 虽然没有人因此嘲笑或孤立他 但他自己感到羞愧自卑讨厌上学 从此就躲进自己的世界度过与外界隔绝的孤独时光 有一天他偶然看到徐太志纪录片受到极大鼓励和安慰 他感到多年的委屈烟消云散 之后就成为徐太志的狂热粉丝 剧中润真在徐太志等候时拿到妙脆角的情景是基于真实故事 面对紧张的润真徐太志亲切的向他打招呼活跃气氛 还有润真恭敬的伸出双手拿饼干时 徐太志让他随意一些用一只手接着 可以看出他对粉丝非常随和 实际上徐太志也确实是出了名的爱惜粉丝 每次开演唱会时他与安保公司签署的合同中 会包含一些特殊条款 比如绝对不能和粉丝有肢体冲突 也不能和粉丝吵架 要对粉丝们使用尊称敬语等等 而且考虑到自己粉丝群体中青少年和女性居多 他另外支付大笔费用 从演出前几天开始就委托安保公司 保护在场馆外熬夜的粉丝们 另外他拒绝粉丝送的所有昂贵礼物 由于他经常回答最喜欢的礼物是纸贺 他的粉丝们送的最多的也是纸贺 那他对纸贺的热爱虽然是出于对真诚的感动 但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不给粉丝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他还将这些纸贺视为头号宝贝 家中专门有一间房用于保管它们 多年前在他的15周年纪念展上 他展示了出道以来收到的粉丝礼物 从一张张小纸条 一束束花到收集了15年的纸贺都保存完好 令粉丝们感动不已 那有其一人必有其粉丝 这位有信念的音乐教父的粉丝们 也是粉丝界的一股清流 他们没有官方粉丝俱乐部 因为徐太志认为如果粉丝形成一个官方组织 其中必然会发生权力结构 从而变质成商业行为 于是徐太志在1993年发表第二张专辑后 就直接解散了自己的粉丝俱乐部 虽然没有官方粉丝团 但是粉丝们的凝聚力变得更加强大 比如前面提到的废除唱片预审之签名运动 还有著作全斗争 废除音乐排行运动 徐太志和孩子们纪念会等 都是没有粉丝俱乐部的徐太志粉丝们 自发组织的活动 因此徐太志粉丝团也成为日后其他粉丝团的榜样 他们不仅仅后援自己喜欢的偶像 还起到了一种MGO作用 摸索更多贡献社会的方式 如果说在过去十几二十岁时 他们的口号是颠覆世界 那么现在他们的目标是 为了所有人幸福的世界一起努力 2012年为了纪念他出道20周年 粉丝们在巴西热带雨林 启动了以徐太志森林命名的植树项目 随后神话 东方神奇少女时代ShiningXO21等粉丝团 也纷纷发起环保项目 参与到国内外植树造林事业中 所以徐太志这位音乐人 为韩国乐坛带来的许多变化中 这种既充满激情 又积极向上的正向粉丝文化的出现 可以说是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偏话之一了 那再回到剧中 一直以来 大哥哥般可靠又懂自己的偶像 和超强凝聚力的粉丝团 给予的归属感 是润真唯一的心灵支柱 有了他们 他不再感到孤独 独自守着秘密度过的日子 也就没有那么委屈了 所以 当徐太志和孩子们一夜间宣布已退时 他内心的绝望和失落难以形容 幸运的是 在他闭门不出一类洗面的日子里 身边有新村寄宿家人陪伴 更重要的是 还有为了他甘愿把徐太志家里的马桶拆回来的三千铺 是那个几天前还指责他翻过徐太志家围墙 说他是小偷的那个三千铺 正如徐太志改变了润真 润真也影响着三千铺 需要他人关怀的润真 和需要培养对他人关怀的三千铺 他们就那样一件一件的做着 如果不爱对方就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改变世界的正是爱情 1994年某个炎热的夏天 三千铺决定来一次一个人的穷游其行 不管新村寄宿家人如何劝阻 他都坚持要兑现自己的诺言 但是他最终放弃其行 去车站陪润真母亲 连香皂都舍不得和别人分享的他 竟然频频给润真母亲到上 为自己旅行准备了三天的咖啡 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心疼 让人欣慰又温暖 就这样三千铺偶然来到润真的世界 一起保守秘密 抚慰伤痛 悄悄渗入润真的心 那个只有在又厚又柔软的被窝里 才能入睡的跳体男生 为了女友心甘情愿 睡在硬硬的木地板上 然后同自己的发型一般 把内心严严实实藏起来的认真 也为了得到三千铺母亲的认可 敞开心扉 主动向他跑进 小伙伴们都跑去示威 他就坐在妈妈身边一起剥背壳 明明喝不了咖啡 但为了理心意 就大口喝掉妈妈冲的咖啡 那个极度色恐的女生 为了给男友打气 还会鼓起勇气出席男友公司聚会 2013年的三千铺 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固执又死板的模样 而是多了几份温厚与随和 润真则成为了侃侃而谈的社交达人 虽为两个极端 但是两人却能形成互补 或许这就是天生一对 他们只有彼此陪伴才能完整 他们的成长让这段感情更加美丽动人 那他们甜蜜的恋爱场面中 也有一些有趣细节 第八集 三千步要去骑行时的自行车 是徐太枝和孩子们代言的RESPO 第九集 电视中播放徐太枝的教室理念 能听到血不够的新闻时 电视旁摆着一个嘴里流着血的小人 第十一十二集 《润真和三千步穿的情理章》是Typicacy 当然还是徐太枝和孩子们代言的品牌 那剧组对徐太枝这般示爱是有原因的 徐太枝在此之前 从来不允许其他歌手翻唱自己的歌 因为他想把音乐作为自己和粉丝之间独有的回忆 所以《至你》是他首歌被翻唱的歌 因此能将它作为本剧主题曲意义非凡 而且《理由听编剧》在《两天一夜》节目中 就多次提及自己是徐太枝的狂热粉丝 想必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那剧组也有邀请他本色出演 但是他以自己演技不足不想添乱为有婉拒 剧中这个场面的徐太枝其实是由这位演员扮演 在本剧播出时 徐太枝给粉丝们写信说 论真的样子和他们当年一模一样勾起许多那个年代的回忆 最后还打句说让三千铺把马桶还给他 那说回三千铺是那天瞬间的选择 让他们有机会走进彼此 而之后的无数次选择迎来了他们的现在 他说他偶尔会想如果这一天他没有接到电话 或是没有去车站他们又会如何 他说我们生活的每个瞬间都充满了选择 但无论选择哪一条路 都会对没走的那条路留下遗憾 因此这世上不存在没有后悔的选择 生活更是没有正确答案 坚信自己过去的选择 并毫不后悔的去爱他 努力把它变成最好的样子 也许就是人生的正确答案吧 好的 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